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首先我们就看到人远在古境的荧幕上 就是我们的《萨拉越高级编辑》 《新洲日报》《萨拉越高级编辑》何丽萍小姐 大家好 摇摇手你好 远从古境 那么在我的身边呢 这位是莫迪卡中心的研究主任陈辰杰先生 陈辰你好 大家晚上好 是是 欢迎你来 然后在他隔壁的是策略分析与政策研究所 就是所谓的INSUP的研究员李荣健 当然我们都喜欢叫他Ken 你好 好 是对 欢迎三位来到了我们的摄影棚 好 那么在三个礼拜六开票到现在为止 我想就过了这几天 那么也想说请丽萍您汇报一下 《萨拉越》现在最新的政局发展是什么样呢 OK 从5月7号投票到今天是第5天了 那么今天的最新发展就是我们的一个国政成员党民进党 他现在想要跟这个清国政成员党的人民党来合并 我们现在最新的一个消息就是明天 刚刚我刚刚说到的明天下午2点 他们会有一个新闻发布会 然后4点的时候他们会在一起去 这个手把他还会很难化的 啊 丽萍刚才我们线路不太清楚 麻烦您重复一下就是明天2点新闻发布会 对 过后呢 对 明天这个两党 你听得清楚吗 现在比较好一些 明天到2点 两党你就应该是可以一起来建设媒体 然后4点的时候 他们就会跟这个总党的会面 开始和开的总党 对 是 哇 那么这个消息还真的是新鲜热辣 明天2点开 对 这新鲜热辣的 那么看起来会不会有迹象显示 他们两党要合作了 应该是可能走向这个 走向这个方向了 对 他们应该是要抢先在这个内阁要组成之前 他们一定要赶在这个时间 所以有可能就是星期五就会有组阁了 可能是 对 对 对 那么说起这个内阁 我们当然 上次这个百科十四在古静的直播室 我们也讨论了 说这个副首长的人选啊 华裔部长的人选啊等等的 不知道说现在是个怎么样的情况呢 有没有坊间有没有一些谣言啊 谣传啊什么的 有啊 现在就是坊间就是说 是不是首长真的是要考虑委任这个 省贵贤人类党的主席 可是有另外一方面的说法就是 人类党的省贵贤他并没有担任这个 他没有入合的经验嘛 所以不应该是 不应该是他 一个效法 对 所以所以省贵贤他之前 就是说如果要当副首长 就之前要有当副长的这个经验 就有各种 这个就是民间有这样的声音 哦 原来如此 应该是要先有一些 是是是 要有 对 要有基本的经验 才来做这个副首长的位置了 对 对对 所以这个内阁 内阁阵容 甚至副首长的人选 可能分分钟还会出现变化了 对对对 对对对 所以我们就要实时留守 这个丽萍为我们带来的最新报导了 是 好 那么 我们从古静的情况回到来这一边 这个西马人关注的事情 那么我们也知道说这个阿德南他的旋风 他的这种开明政策等等的 所以有可能是造成这一次这个国阵可以在萨拉越周选大胜了 那其实不晓得说陈杰您这边所书记到的这些资料显示出 到底他可以自胜的原因是什么呢 我觉得在这一次3月选举呢 所谓的阿德南的旋风这个现象呢 其实主要我们是看到一个现象 但是我主要分成内阴跟外阴 内阴主要是说他成功的是跟过去的首长做一个切割 就是说因为为什么在2001年 国阵尤其在城市区华人区会大败 前首长是一个很大的因素 他成功做一个切割 另外一个东西呢 阿德南也成功了 就说我们说hijack 就集结了反对党一些课题 就包括萨拉越的本土的一些课题 或者是包括独中同考 都是原本是在野党的课题 他拿过来说我是州政府 我做得到 他集结过来 然后第三个原因就是 其实人员党虽然还是在分裂 但是至少在这次选战呢 他相对的有准备 然后我们可以看到有些网 之前他们很差的网络账 这一次还不错 而且他整个选战也透出了一些比较正面的兴趣 相对于反对党在野党呢 就是比较负面 就是说说首相的问题全国的课题 但是反而在国阵这方面 是透出一些比较正面的兴趣 我们叫做positive campaign 所以这是所谓的内营 外因呢 我们可以提到就是说 大家都知道就是在野党之间的不协调 都多搅战 然后另外一个问题就是 因为多搅战造成了一些所谓的中间选民 不出来投票 投票率低 然后如果我们看回这些支持率的话 基本上 行动党在城市区还维持着2006年的这个成绩 就是说大概有7席 就是说大概有7席 然后华人支持反对党的行动党大概还有60% 但没有说之前的70-80%这么高 然后最重要一个原因就是 为什么会在他的行动党还输掉5席 很大原因就是他过去的这些选区的议员的表现可能达不到选民的标准 都变成一些过去一贯是上了年纪的人一贯是投人联的 但是2011年之后很生气就投了这个行动党 然后这些议员也没有表现 然后就很自然都会回流 的确也是 对 所以不想说Ken 您会不会觉得说 华裔选票回流是让阿德文可以这么漂亮胜出的原因呢 整体上来说刚才程杰已经提了相当多了 所以华裔选票回流也是相当明显的 其实从多个 就是大概有70%华裔选民以上的周选区来看 就是人连党都取得3-10%的选票的增长 而且投票率其实跟上一届周选的投票率是相当接近的 所以华裔选票回流是存在的 所以另外刚才程杰有提到 就是反对党的整个联盟方面不协调 就是包括三角战这种情况 所以这个情况在国阵其实它有一个现象 也是有一个状态的 就是包括联名党跟人连党的问题 虽然说没有民政演出 当然有一些地方他们是 以独立人士出来打开三角战 这个也是影响了这个国阵的选票 然后同时这个还有包括 Teras另外一个国阵的这个 也是整员党的内部的问题也是存在 所以其实两个联盟都存在这种 所谓的内幼外患的这种一个状况 那刚才我再补充一点 曾杰刚才提到的这个 他分析了内因跟外因 我纯粹从这个选举策略上面来看的话 我发现就是这一次人连党或者是周国阵的这个 在策略上他们是相当清晰跟相当有一个主轴 是相当清楚的 他们一直围绕着这个主轴的沙拉月 人的沙拉月这样的一个主权 所谓的S4S 一个主权的论述上一直去发展 然后他令到他可以因为这个主轴而去把它变成一个可以手可以攻的一个主轴 变成当对手一直去攻击全国课题也好 我可以不理 但是我用这个来攻击你 你把这个西马的一些政治文化带过来的时候 反而令到整个希望联盟的一个防守那边可能出现乱了一点阵脚 这个是我的一个观察